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BC强调 并不是增加了额外的要求 但期望新的受生方向能努力为大学做准备 及勇于挑战自己的学生予以肯定 同时 亦让各学科容易录取合适的学生 有家长认为 新的受生方向较为公平 但担心子女变相要提早为大学学科选定路线 UBC指出 新的受生方向着重学生的全面表现 因为过往的UBC对于本地 以及来自其他北美地区的申请人 都只会看成绩表上的部分学科 主要是英文数学在另加两科的成绩 但对于其他海外申请人 则会看整份成绩表各科的评分 UBC一曾就新的受生方向进行分析 评估结果显示 如采用新的取向将有助各学系录取更适合的学生 并预期学生会有更加的表现 UBC指 今年越来越多的申请人都在中学时修读大学相关的科目 因此 向信心的受生方向将助学系找到对的学生 亦让学生及早打好根基在心仪的学校发展 UBC表示 由于新的录取政策已经获校董会通过 现时正更新网站相关资料 计划最快在2月公布 让学校学生及家长能做好准备 加拿大约克大学刚刚发生随机砍人事件 有两人于周四夜晚在约克大学附近被袭击 一名戴面具持大砍刀的歹徒对两名受害者发起攻击 其中一人受伤 一人受轻伤 幸好两人并没有生命危险 周四夜晚9点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 有两人在约克大学的一个路口被恶意砍伤 歹徒当时戴着面具手持大砍刀 其中一名40岁的受害者被砍出8英寸的伤口 送院后被缝20针 另一名24岁的受害者在反抗歹徒时 手臂遭受轻伤 两名受害人均不是约克大学的学生 被送往医院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发言人称 那名24岁的受害人在意识到事情发生后 尝试缴线面具男的武器 结果手臂受伤 索性两名受害者均能逃离现场并报警 警方提醒大家 目前人在抓捕歹徒行动中 最近出现约克大学需要更加小心谨慎 回家女童报假案称头巾被亚裔男子减烂的事件 华人社区人士在上周举行街头抗议之后 认为得到的重视还不够 而且有更多的市民希望参与表达同样的诉求 于是在昨日又举行了示威行动 事件发生时迅速表态的多伦多市长 庄德烈昨日表示 他从不认为他当时的评论有任何不妥当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李先生表示 在第一次的游行结束之后 在亚裔社区内产生了较为大的影响 也就有更多的人想参加表达同样的诉求 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诉求并没有被理会 昨日抗议行动在安省议会大楼前举行 参加的人数也比前一次多很多 大约有两三百人左右 此次抗议活动的目的有两个 首先是要知道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次华人要求总理道歉 他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的位置和影响力决定了他对此事的影响 所以要道歉 第三希望各族一平等 而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族群享有更多的特权 多伦多市长庄德烈昨日参加 贾丁纳高速公路炸道工程的开通典礼师表示 他当时是根据来自警方的讯息做出的反应 北美的冬天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发生 除了大雪冰雨还有许多很影响不到的事情发生 今年早些时候家住爱德华王子岛的一户居民别墅 市主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的家与尸隔绝 十二米高的冰墙堆在自家门外 当时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雪 而暴风雪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 没有什么可惊讶的 他老老实实的在家睡觉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 却发现自己家外面竟然堆起了一座冰墙 大大小小的冰块大概有数百个大小不一 有的像俄伦石那么小有的像台球桌那么大 大概十米至十二米高就像是电话线杆那么高 市主家就在海边大约高于海平面五米 在海边生活了大半辈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冰墙场景 大概这也是百年不遇的奇景了吧 早在2013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靠近美国边境的多芬湖 一阵北极风吹过也曾发生过罕见的冰箱 但在那十五分钟后 十二座房屋在流冰上岸过程中被水流压碎 彻底摧毁 自BC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上调汽车基本保费 百分之六点四之后 从08年至2014年诉讼案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赔偿及相关成本涨了百分之四十五 14年伤残和诉讼费用共计十五亿元 个案增加导致诉讼池期和文件羁压 间接增加了ICBC的运营成本 省新民主党政府为了解决ICBC目前的财政困境 将会积极考虑设立索偿金额上限 但是由专门处理车祸索偿的律师则反对说法 只虽然这样可以帮助ICBC解决困难 但却对车祸受害者是一种惩罚 做法并不可取 另外消息指省政府将研究推出一系列措施 减轻ICBC的索偿压力 包括进一步加强打击分心驾驶 扩大十字路口的冲红灯摄影机 提高插略司机的汽车保费 以及引入新条例防止ICBC 被秀车行胡乱榨取赔偿金 虽然超级月亮在北美不算一个新闲事 几乎每年都能看见一次 但超级月亮加蓝月加月犬时同时出现 还真的是很罕见 上一次出现还是152年前 本月31号出现的第二次超级月亮将会是一轮雪月 月亮不仅看起来很大 而且非常接近地平线 而且由于大气层光散射的原因 月亮可能呈现出橙色或红色 最佳的观看时间是在日落时分 月亮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时 向东看你会看到一轮很圆很美的月亮 掺杂着一些颜色隐隐泛着红光 同一天还会出现月犬时 如果你恰封蓝月是一颗超级月亮 又将同时发生月犬时 那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体现象了 上一次发生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1866年3月31日 据NASA的观察员表示 这次月全时将会持续三个半小时 从太平洋标准时间的3点48开始 到太平洋标准时间的7点12结束 其中太平洋标准时间4点51到6点08 也就是多伦多的1点51到3点08 是最佳的观测时间 这77分钟的黄金时间里 你将可以看到超级月亮和月犬时的完美重合 152年一见的超级奇观 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白石市府计划对海滨长了一个公园 进行翻新工程 期间发现公园可能蕴藏了 原住居民祖先的遗物 需要再一次进行考古 由于此处是由联邦政府管辖 为了尊重原住民 返修计划也将立即暂停 原住民族足以表示 他们知道祖先曾在公园所在地土地上居住 因此要求市政府多给点时间 让他们进行考古勘查 最近工作人员在领海的地方 发现了一些壳类堆积群 包括贝壳类、鱼骨等 显示该处以前有人居住过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他们会探讨从该地挖出来的文物的保育价值 此前有报道 市府在2016年开始 就想对Maring Drive上的经验公园进行翻修 此处在夏天时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点 工程原本在去年秋季开始进行 原预料今年夏季完成 如今工程可能需要一言再言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角 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